在電影中 蜘蛛人可以穿越高樓大廈 很了不起嗎 其實蜘蛛人還可以穿越時空呢 在這一款蜘蛛人的新遊戲中 我們的英雄就要穿越時空 前進未來 展開全新的冒險戰鬥 究竟蜘蛛人會不會變成 失敗的人 這個我們就要趕快去看看囉 自從電影《蜘蛛人》 全球大賣座後 各類以蜘蛛人為題材的遊戲 就沒間斷過 Activision也公布了最新作品 《蜘蛛人 時間邊緣》 讓玩家扮演蜘蛛人 不但飛簷走壁 傳說都市叢林 甚至還要穿越時空 阻止世界毀滅的危機 這款遊戲由創作漫畫 《蜘蛛人 2099》的編劇彼得大衛所執筆 描寫來自未來的邪惡勢力 入侵了現代的紐約 為了阻止時空錯亂的危機 蜘蛛人將會穿越 現代未來兩個時空 展開驚心動魄的戰鬥 而玩家在兩個時空中的一舉一動 都會影響未來世界的發展 讓這款遊戲更充滿變化性 《蜘蛛人 2099》 《蜘蛛人 2099》